嫂子,听说你娘家拆迁款补了420万,这是真的吗?那你大哥会不会给你300万?毕竟你父母已经不在了,你大哥又那么疼你 小弟,我娘家老房子是拆迁了,补偿款也下来了,一共是420万,但是我已经是嫁出去的女儿,我是没有资格分补偿款的,更没有理由能分到300万 那嫂子,你大哥到底给了你多少钱呢? 小弟,我大哥给了我180万 什么?你大哥和大嫂也太不公平了,对自己的亲妹妹都这样,才给180万,自己却拿走240万 这也太黑心了吧? 小弟,我哥给我180万已经算对我很好了,在我们那边出嫁的女儿是分不到娘家财产的,正好相反,就是因为我大哥心疼我,知道我和我老公这些年过得不好,所以给了我180万 嫂子,就这点钱,你还觉得多啊?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再怎么说,应该一人一半,咱们这里可是提上女士优先,你就应该多拿点,最少也有300万吧? 我大哥本来是要和我平分的,可是我没有要,我哥家两个儿子马上要结婚买房子,压力也很大 我不能没有良心,所以我没有拿一半,我只拿了180万,剩下的30万我死活没有要,有一百八十万只要我和你哥能买套房子就可以了 因为我哥拿240万给两个儿子结婚买房子都不够,他们辛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才拿到补偿款,就算他们要给我那么多,我也不好意思拿啊,我不能那么厚脸皮吧 嫂子,你居然把到手的钱退了回去,那可是30万不是30块啊,你可真是我的好嫂子啊 是啊,我哥把210万打给了我,我又给他返回去了30万,180万已经够我和你哥买一套房子了,我也要为我哥他们考虑,他们对我那么好,做人不能太贪心 你叫我怎么说你好呢,身是个败家子,怎么能把钱送给别人呢 嫂子,不如你把180万先拿给我,我有急用,再把你打给你哥的30万也拿回来,这可是到咱家手里的钱,怎么能飞出去呢 小弟,你拿这么多钱来做什么呢 嫂子,你看小弟我今年都31岁了,还没有结婚,我现在谈了一个女朋友,我可喜欢她了,人长得漂亮,温柔贤惠,而且家境很好,现在正在和父母商量结婚的事情 小弟,你结婚应该找我公公和婆婆啊,你怎么找我拿钱呢 嫂子,你不是不知道咱家的条件,她爸妈说必须要在城里买套房子,还有18万彩礼和一辆车子,咱爸妈又没有钱,而且我又没有工作,手里也没有钱,我真的不想错过这么好的女孩 嫂子,你这里不是有一百八十万吗,你把她给我,正好可以买套房子,然后再买一辆车子,我可不想失去这么好的女孩子 这些天可把我筹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就听说你家拆迁款下来了,可算是把我给救了 这些钱我不能够给你,我和你哥打算买一套房子的,我和他不可能一辈子住在出租房里啊 嫂子,你就帮帮我吧,我今年都三十一岁了,还没有结婚,难道你不为我着急吗,都说长嫂如母,你作为大嫂就应该照顾小叔子,更何况你有这个能力,除非你不想帮我 小弟,你有没有搞错啊,你父母都还在,凭什么你的婚姻大事要我这个嫂子操心呢 嫂子,我爸妈年纪都大了,而且他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再说了,如果嫂子给我买了房子,以后不就更有面子了吗 想要面子,就应该自己去挣钱买房子,这才是真本事,才算有面子,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自己去争取,不要什么事情都要依靠别人 我和你哥可以帮你置办一些家具什么的,想要我给你买车买房子,那是不可能的,我和你哥都还在租房子住呢 嫂子,你也知道,我工资不高,没有什么能力,家里开销也大,我女朋友家庭条件那么好,我不想被他们看不起 我真的不想失去这么好的女朋友,我又不想和爸妈住在农村,嫂子,你就帮帮我吧,如果没有房子,我就结不成婚了 你也知道,我长得也不怎么样,家庭条件又差,上次那个女朋友,就是因为看不上咱家的条件,而且没有买房子才和我分手的 好不容易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这么好的女孩子,她也没有嫌弃我的长相,所以你一定要帮帮我 小弟,你就不要让我为难了,你都这么大的人了,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我是先有余而力不足,你都那么大的人了,要对自己负责,要对家人负责 你应该自己去面对事情 如果你不帮我买房子,我什么时候才能结婚呢,等我自己挣到钱,人家都离开我了,你也不想我打一辈子光棍吧 如果你买不起房,就和爸妈一起住,或者租房子住也是一样的呀 我和你哥不也是这样的吗,你非要买房子充面子,人家女孩子也没有要求你要买房子啊 哎呀,你就光帮我吧,我都31岁了,如果这次婚事黄了,我可就真的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把你那180万给我,再把你给你哥的那30万要回来,一起给我,这样我就能结婚了,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小弟,你就不要逼我了,要我把180万给你,那是不可能的,要我把我哥的30万要回来,那更不可能,如果给你买点其他结婚需要用的东西,我还是能办到的,或者你要借点钱,我还是可以借给你的 那好吧嫂子,我给你算一下,在我们市里买一套三室两厅的,全款要170万,一辆车20万,加上半酒系10万,全部加在一起,我大概要向你借200万,所以你要把你哥的那30万拿回来 小弟,我早都说过了,我不可能借给你200万,我一共才180万,这些钱也不能全部都借给你 我早就对你说过,我和你哥还要买房子的,你为什么没钱还要全款买房子呢?就付个首付,不可以吗? 如果只付首付,再买一辆车,加起来也不到50万啊,你和你女朋友都那么大了,也有点存款,我再借20万给你,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你怎么不会算账呢?如果我们全款买房,就不用付利息了,那个利息钱都可以买车了,再说了,我们也没有钱付房贷啊,我平时也挣不到什么钱,开销也大,我哪里有存款啊,你叫我拿5000我都拿不出来 如果你决意要买房子,我无话可说,但是你要拿我的钱去买,我坚决不答应,你都31岁了,也不是我的儿子,凭什么要我给你买车买房子啊?你今年31岁,我35岁,我也就知道你4岁,凭什么要我管你结婚啊? 你已经嫁给我哥了,你是我嫂子,长嫂如母,你本来就应该负责 你不要再说那么多了,这些钱我是不会给你结婚用的,我也有一家人,我们也要生活,还要留点钱给你侄子读书,还要买房子,我们自己的钱都不够 你们觉得嫂子的做法对吗?要不到钱的小叔子又会做些什么呢? 我是不会把拆迁款给你的,你想要买车买房,就自己去挣钱,我也有一家人,我们也需要生活 小丽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本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结果小叔子很快就找上了门 嫂子,你们何必浪费钱买房子呢?你们现在不是住得很好吗?再说了,我侄子现在还那么小,用钱还早着呢,你们可以工作挣钱啊 当务之即是先拿钱出来给你小叔子我结婚,耽误了我结婚,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你结不成婚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不是你妈,我只需要管好我的儿子就好了 你真以为以前那个女朋友是因为嫌弃你家里穷吗?她是看你整天游手好闲,没有男人的担当 你想买房子就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打工挣钱,这才是一个男人的责任 我只能借二十万给你,剩下的钱你自己想办法吧,我不可能给你买房买车 你这个女人是怎么当的嫂子啊?连小叔子结婚你都不管,你看你哥和你嫂嫂是怎么对你的 得到拆迁款马上就分给你,你怎么不向他们学习一下呢? 我哥他们对我好,是因为我也对他们好啊,感情是相互的,你也不要再说了 我最多只能借给你二十万 那好吧,嫂子,你马上打到我妈的卡上吧 你说什么,转到你妈卡上,我没有听错吧? 当然是转给我妈,难道你还不放心他们吗?他们又不会跑,你怕什么? 如果是你妈,我两万都不会借,因为她根本就不会给我 现在她所有的费用都是我和你哥给的,她拿什么还给我啊? 难道我们每个月给他们三千的生活费,他们要从这里面递给我们吗? 亏你想得出来 嫂子,你何必计较那么多呢?我是你小叔子,我结婚你本来就该给我买房子 我还是那句话,想要我给你买房买车,那是不可能的 你到底要我说多少遍,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说了半天,你就是一直在忽悠我,你根本就没有打算还给我 你说让你妈还给我,她要是没有钱,我能把她怎么样呢? 我们都是一家人,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你就不能大度点吗?你家突然拿到拆迁款,你就当作没有这些钱,把它拿给我不就可以了吗?你又没有什么损失? 小弟,我真的没有时间和你再说废话了,我是不可能给你的 你真是狼心狗肺,你的心怎么就这么狠呢?如果因为买不了房子,我结不成婚,你就得负责 到时候,我看你怎么面对爸妈,怎么面对我 如果说我当初没有得到这些钱,你是不是就不会来向我要钱了呢? 如果你没有钱,我当然不会叫你拿,你当我是疯子吗? 那好,从现在开始,你就当作我没有钱,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一家人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你真是气死我了,你爸妈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野种? 你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人,赶紧给我滚出去,我爸妈已经不在了,你还这么骂他们? 你居然敢骂我,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小叔子直接上前给小丽一个耳光,小丽反手把小叔子推到了地上,此时老公正好回到家 小弟,你怎么了?怎么坐在地上啊? 大哥,嫂子他打我,我被他打的腿都不能动啊 老公不问清楚事情的缘由,直接上前给老婆一脚 哥,你从小最疼我了,你可一定不要轻易放过他 他把我打的这么严重 此时老公才注意到小丽已经昏了过去 于是兄弟二人连忙把小丽送到了医院 再听到医生说只是皮外伤后,两人又开始嘀咕起来 大哥,嫂子不愿意把180万拿出来给我买房子 他只愿意借20万给我 小弟,我告诉你这个消息,就是让你想办法让他拿给你 可是你怎么把事情搞成这样啊,居然还和一个女人打起来了 这件事情先不要提了,当务之急事想办法怎么把钱拿到手 他哥哥那里的钱,我们也要想的法子把他拿回来 你一定要听我了,否则我就不能结婚了 好吧,你说吧,要我怎么配合,我全都听你的 哥,你对我真好,现在我们就叫他把钱全部拿出来 如果他不同意,你就和他离婚,这样也可以分到120万 这120万拿来给我买房子,我也可以结婚了 小弟,目前你的婚事最重要,好,就这么办,哥都听你的 两人说完话,老公走进了病房 小弟,我有话想对你说,小弟对老公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失望 不想和老公说话,那好,我就直接说吧 你把那180万,还有你跟那30万全部拿回来给弟弟买房子 以后我会对你好的,我们就当做从来没有过这些钱,我们好好过日子 你做白日梦吧,我是不会给钱的 你要是不给,那我们就离婚,反正离婚之后我也能分到120万 好,离婚就离婚,你们太过分了,这个家我一分钟都不想待了 180万舞会全部退给我哥,离婚之后你们也休想拿走一分钱 朋友们,你们觉得小弟的做法对吗?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吧